《玩具TV》第十九季第一集 这些节目都可以做到十九季 真的疯瘩 十九季 已经十九季 加上《Game of Blum》的数字 或者开一开远景看一看 没错 今次一开球 弄个雕像玩一下 而且只看外观 很难猜自己是 它是什么东西 虽然表现有个衣服 不是说内容究竟是什么构造 最后先先说一下这边 你是Bakman粉丝 没有这样的事 但她的粉丝是Bakman大粉丝 多么点粉丝也类 sandwich 这解决独像在街街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我们之前的节目 我们不是去过看DC的 其实都不会觉得这个雕像是陌生的了 是吧 好像是一样的 当然一样 但是Mastercraft系列 今次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竟然这个跨国的台湾企业 Beast Kingdom 弄了两件来跟大家玩一下 其实暂时而已 选了两件比较特出 是 比较iconic 第一件是这件这么强大的Batman雕像 你只看盒子 我站在这里 大概可以知道比例是多少 不如拿着吧 这么iconic 因为我打算看盒子先 你会看到包装的雕像 大致上的比例是这样 包装就比较简单 就这样一个纸皮盒 里面我们可以放一二个 就看到这一个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到DC的展览的话 都会看到这一个雕像 里面是什么呢 圣诞卡 这个号码就是355 本身每一个都会有一张certificate 就证明这一件产品的编号是多少 有的 有的 厉害 真的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它的细节 坦白说 其实本身就着设计 不会特别复杂 所以变成它将这个 我印象好像未必在葛咸市 弄的这个雕像 但你说在哪里的出处我就真的忘记了 你问我更加不知道 我只知道有什么材料 Polystone? 是的 没错 他眼睛看到 很重手 有时候重手有很多方式 他可能是用材料在下面 不过摸上这一条线 其实不像Polystone 我觉得它真的是Polystone 可能它混了很多比较远的材料 对 类似纤维 可能是PVC也可以 因为Polystone可以混很多种材料 我觉得它混了远一点 可能因为形态比较有弯围 人性化 可能混了一些不同的材料 当然它的盒度不断写一种材料 其实应该有很多种混合法 怎样混合法 你清楚 其实ABS和PVC都可以混合 对 像你那样 其实交料也是可以靠的 大叔的爱 对 有没有看 还可以 还可以 他摆明致敬 不是致敬 只是有卖版材料 即是直接卖版材料 对 最重要的是 看回码数码 本身也有一个牌在下面 可以看一些细节 这个比例其实没有写的 他真的跟着剧中的雕像重新制作出来 所以变成了纪念Batman而做的雕像 会否在剧中的人是差不多这么高 应该不是 但如果真的多了 真的说我们那次去DC展 说的比例 如果用我们的真人比较 拉远一点点 我们的真人有多高吗 我们的真人大概是这么高 这么大吗 要胆高头望 对啊 一半也没有 真的吗 一半也没有 你在这里 我没有帮你拍摄吗 有 没有那么高 有 这样背上去 是 但究竟是怎样 不要紧 最重要的是 大家喜欢的 怎么做 应该是在香港其实有得买的 我见到香港有些比较潮的店铺 也有摆过出来 我之前不知道哪个牌子 直到我们最近做一些资料搜集 发觉原来是台湾Beats Kingdom 不是推出的 限量三千只 对啊 他等不及了 对 限量三千只 这个雕像 我想比例真的不是1比6 1比5 我们会否喜欢看底部 也好 在拍摄资料 对啊 在拍摄资料 是吗 一个神人和一个神像 我认为是12尺左右 最终于12尺 所以我觉得 如果放1比6的德哥在这里 是可以的 没关系 两个字 差不多 其实我没有看底部 我看底部很简单 底部有些东西是写的 有没有写的 没有 其实有些涌面 就变成了无纹线 因为其实这个位置 通常有很多工程位置 所以就要遮一遮 或者整个长途 就有 我没有钱买 就算是 他做出来的石的效果 挺似的 真的一个铜像的感觉 不知道石像还是铜像 因为色就好像深色点 铜像是鎮色点